好 现在我们说 当我们解这个微分方程的时候 解除现在要解这个诗子 那你一定要积分两次 对不对 积分两次就有两个未知数 这两个未知数呢 它要配合边界条件把它解出来 现在它有边界 有边界的话就是有边界条件 这个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值 就是说这个值不是一种连续的 这个值不是一种连续性的 它是某一些特别的一个数字 那么所以当解这个的时候 只有H是某一些特定值的时候 才能够求出 才有解 不是说它是任意值都有解 因为它是就跟我们以前讲 Laplace Equation一样 你有边界值嘛 所以你要配合边界值 所以H是有条件的 那这个值我们称它叫做 Characteristic Value 或者叫做EigenValue 这个在我们电子学里面 我们也讲过 以下几节我们会发现 各式各样的坡导管 导坡管 就是坡导 它的本真值呢 H 这就是 EigenValue就是本真值 H 它是时数 H传播 H是一个时数 它跟传播常数之间的关系 它是等于这个 就是你这个Gamma平方 那等于H平方 减到K平方 或者是H平方 等于Gamma平方加K平方 Gamma Tm是等于这个值 H K是等于这个 记住我们H平方是等于Gamma平方加K平方 那么Gamma是等于这个值 但是这个值可能是时数 可能是虚数 那就看看哪一个比较大 这个比较大 那就是时数 时数它就只有α 那就衰减常数 如果后面这个 比前面这个大 那这个就是虚数 虚数就是它只有β 那它就可以传播 OK 所以Gamma有时数 与虚数两个显著范围 这个我们刚刚介绍了 Gamma为虚数的坡 可以在这个地方传导 为时数的它只有衰减常数 就不会传导 那么这两个 这个可以传导 可以传导跟不能传导 它有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的分界线 就是在Gamma等于0 你看Gamma大于0 这个等于0就表示这个 是等于这个 我们刚刚说 它大于它 它大于它就不能传播 它小于它就可以传播 那它等于它呢 正好是这两个范围的分界线 它等于它那就是Gamma等于0 对不对 好我们就说 当电磁波的角频率 Omega等于某一个特定值的时候 假定 它等于这个的时候 正好使得这个根号等于0 这个等于0 那就是H平方 要等于OmegaC平方 μY 它等于这个的时候才有 那么OmegaC就等于H over 更号 μY 那么这个特定的频率 FC就等于OmegaC over 2π 那就等于H over 2π 称上更号μY 这个C是代表什么 Cut-off 这个Frequency我们称它叫做Cut-off Frequency 节止频率 节止频率 你这个频率 我们刚刚刚是说 这个大于它就不能传播 这个小于它就可以传播 就可以传播 那么也就是说它Frequency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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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Cut-off Frequency 就是说你的Frequency 比较小的话 这个 Frequency OmegaC比较小的话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吧 OmegaC OmegaC跟这个 刚刚我们是说 这个小于它就不能传播 这个小于它不能传播 这个小于它不能传播 这个大于它就可以传播 那就表示 你这个Frequency 一定要达到这个标准 以上才能够传播 比这个大才可以传播 比这个小都不能传播 Gamma Tm值跟H有以下的关系 那我们把这个H提出来 H 那这个 它被 H平方式等于这个值 然后你把H 加到这里 它就变成这个值 Gamma等于这个值 好 现在我们说 这个Gamma 它有两个范围 一个范围就是可以传播 另外一个范围的值 如果落在另外一个范围 这个值落在另外一个范围 就不能传播 那什么范围 就是当 The Applied的频率 如果比它的Cut-Out Frequency 要来得大 Apply的这个 你运作的 频率 比它的Cut-Out Frequency 要来得大的时候 这个坡可以传播 可以传播 OK 好 这个范围里面 那就表示什么 这是F 大于这个 这个大于这个 就可以传播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狮子 因为这个 我们把这个 H 把这个K提出来 K提出来 这个就变成J 它大于它能够传播了 我们提出一个这个 我们提出一个这个来 那里头就变成 这是负的了 这个是小于 这个是大于0 就是它本来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是说 如果这个大于它可以传播 这个小于它就不能传播 小于它不能传播 那这个就是 就等于我们把这个 这个大于它 那我们就把这个 两个交换一下 提出一个负义意义出来 那就等于J 然后把这个整个提出来 那这个就变成意见 这个东西 JK 这个就可以把它 来 化成 FC over F 的平方 Cut-off Frequency 这是等于 J Beta 就是这个时候是传播形态 整个这个是Beta 所以它的向常数 向常数就是这个值 Face constant 就是这个值 对应波导内的波长 这是电磁波 在波导内传播的波长 因为它在里面传播 它不是顺着这个传播 它是在里头一再的反射 是斜向传播 所以它的波长 是等于2π over Beta Beta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 那这个是等于 波在真空里面传播的波长 那这个比它大可以传播 所以这个 要减到一个时数 它就变成小于0了 对不对 这个小于0分数就大于1 小于1分数大于1 那么这个 LaminaG就大于LaminaG 就是说在波导内传播的波长 通常要比外面的这个波 就在无限大真空里面传播的波长 就是这个波长 要来得大 Lamina是等于这个字 就是无限大空间 界质里面传播的波长 它的Face Velocity 就是等于这个 Lamina是频率 为F的电子波 在参数为μY 无限大界质中传播的波长 V呢 就是这个波 应该是一些波 在这个界质里头 传播的速度 传播的速度 好 那么我们由这个字 Guideway 在波导里面传播的 电磁波的波长 是等于这个 我们两边都平方 可以把这个式子 变成这样的式子 然后我们再把它变成这样 因为F乘Lamina就是V F乘Lamina就是V V就是这个V 所以它就是Lamina平方 分之一 所以这个我们一般的在一般的界质里面 无限大界质里面传播的波长 跟波导里面传播的波长 还有这个就是Cut-off frequency时候的波长 有Cut-off frequency的时候的波长 接着波长间 就是说你波长 我们frequency要 这个要大于它才能传播 那么这个波长就是要 小于 小于这个才能传播 这个是三个波长之间的关系 波长内的像素 是这个 那么我们可以化成 化成这个 你乘一个 就是说你这个值 可以等于 Lamina VG over Lamina 乘上V 因为 这个 是大于这个值 所以 这个值大于V 那就是波长里头 的像素 要比在这个 无限大空间里头的 界电子里头传播的这个 波数要来得快 那么这个 Lamina 其实就是等于这个 你这个乘一个Lamina 被一个Lamina 除就是了 从上时我们得知 从这个式子我们就知道 波长内的像素 总是比无边界 界质的波像素 为大 就是没有边界的这个界质 为大 而且 而且是怎么样 跟频率有关 这个 跟频率有关 所以 单一导体 波导 单一导体的波导 在里边传播的这个 波 如果是一个 很多 不同的 像素所组成的成分波 这成分波所组成的话 那么 各成分波 传播的速度不一样 那它就会 失真 所以它是一种 射上传播系统 波导内 它的群速 group velocity 这个即是代表 guideway 波导的波长 这个是group velocity 你把它画成这个样子 把这个 Vg 把这个β 跟ω为分以后 导数就变成这个值 那它就变成 因为这个比上一个 lambna就变成 lambna g分之一 上面乘一个lambna 因为 这个是比这个大 所以这个值 比V小 所以它的这个群速 要比这个无限大 没有边界的这个 介质中传播的这个像素 要来得小 这个比较大 这个比它大 而这个比它小 我们把这两个式子乘起来 这边乘这边 这个是等于V平方 Vp 就是face velocity 波导内的像素 跟波导内的群速 的成绩是等于 无限大边界中的这个像素 也就是说这个像素 其实是这两个像素的 几何平均值 如果波导内 这只是空气的话 那这个就是C平方 我们现在把 这个值 它的γ 带到Ztm 等于γtm over Jω 我们就得 Ztm 这个被这个除 变成这个值 然后我们可以把 这个K 这个K 是Omega 乘上根号 μ ε 所以这个就变成 根号 μ over ε 等于这个 乘上这个值 然后将γtm 带进来 这个带进来 就是这个值 由这个式子知道 在没有耗损 戒指 充填的波导中 传播的Tm波 它的波阻抗 是纯的电阻 永远 比这个介质的自由主抗 来得小 因为 这个比它大 对不对 那这个是小于一的东西 这个就是自由主抗 所以Ztm 比它Ztm 那比这个小 而这个是一个时数 这个主抗等于时数的话 那就是 它是纯电阻 它就是一种纯电阻 纯电阻 我们可以看到Ztm 跟ε的值 Ztm 跟ε就是这个 这个比值 就等于 根号1-fc overf的平方 你把这个曲线 画出来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 当这个等于1的时候 那这个是0 它比上这个是0 这个是0 然后这个越来越大 就是说这个比它越来越大 这个越来越小 那么这个值 就渐渐地去一个渐进线 因为这个变成无穷大就是0了 这个就等于这个 那就是 Ztm等于 Ata等于1 就是这个图 就是这个意思 在f大于fc的情况下 Ztm对这个函数的曲线 就是这一条 我们刚刚解释过 波岛内的像素 我们刚刚说是这个 对应波岛内的波长 波岛内的波长 它是 波岛的波长 它是大于Lamna Lamna是等于2pi over k 2pi over k 波阻抗 我们刚刚讲过 这个大于它是纯电阻 纯电阻 就是在这个范围都是纯电阻 如果fc小于它 这个小于它 那这是一个虚数 虚数呢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电阻 如果是负阶的话 它就是融阻 正阶一个指 它就是 赶阻 波长内群数 群数是这个 我们知道 所以当这个 f小于fc的话 就是像这个 f小于fc就是 这个笔子小于零 它就是 一种纯电阻 纯电阻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 伽玛质 是alpha 所以在这个阶子里头 它就快速的就 趋于零了 快速的就 衰减掉了 当这个子 当这个小于零 小于一 或者是这个 小于它的时候 γ是十数 就是alpha 这就是变成alpha 我刚刚说就是衰减的常数嘛 所以在这个 情况之下 γTM 就等于衰减的常数 那么电磁波 只有衰减的常数 所以它很快的就衰减 衰减 所以 所以这个现象 称为这个 见识现象 这个波 在波道里头 波道里头 那么 只有high pass 就是 这个要比它大很多的时候 大的时候才能够传播 比它小的话它都被滤掉了 好 把这个值带到这里来 带到这里 带到这里 ZTM ZTM 就等于这个字 就是这个字 所以 FC 小于这个的话 它小于它 那就是 这一项小于E 那就是衰减 衰减 OK 那它就 就是很快的衰减 讲了半天还是 就是 如果频率小于 cut off frequency 的话 这个坡 那就是成一种衰减 在这个区域就是衰减的现象 好 现在我们要看 波道内的 横电波 横电波 刚刚是横磁波 横电波定义就是 EZ要等于零 好 这个时候你就解这个字 解HZ HZ不是零 你把它解出来 配合边界条件解出来 然后我们就带到 我们刚刚说的这四个式子里头 你看 现在EZ的零 这四个式子变成HZ 你就可以得到这四个 其实你只要求两个就好了 求 这两个 你就可以得这两个 用max equation可以做这两个 或者你把这两个 或者这两个 都化成这个样子 这两个 就化成这样 我们也可以 就由这个 式子一式解除这两个出来 解除这两个以后 你带到这个式子里头 或者这个式子等于它 你知道EX可以解HY 知道EY可以解HX 那么这个电场跟H前的关系 也可以用这个做 你知道H 要求E就用这个式子 知道E 要求H就用这个 这个我们老早都用过了 对不对 以下的这个值 我们在TM波里头求出来的 在T1波也都适用 都适用 这个都适用 都适用 通通适用 那它也有两个范围 也是一样 它也有两个范围 在这个范围 它存电阻 它的波可以传播 如果F小于FC的话 那它就不能传播 就是α 就是α字 OK 好 这个 因为它跟前面都是 很类似的 我们就很快的 就是刚刚这么 解释的 我们这么讲就好了 好 这个我都跳过去 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 就在一个波导里面 它的TM跟TE TM Wave跟TE Wave 频率是两倍的截止频率 就是F等于两倍的FC的时候 它的波阻抗 跟波长是什么 就是这个 当频率等于截止频率的一半的时候 刚刚是两倍 它现在一半的时候 重做这一题 TEM Wave的波阻抗 跟倒坡 跟倒坡 波长是什么 这个 就是Transverse Electromagnetic Wave 它的波阻抗 跟坡 倒里面的 波长是什么 现在我们来看 现在我们来看 当F等于两倍FC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这个等于二分之一的平方 就是四分之一了 那这个值我们先算出来 这个是四分之一 就是四分之三 二分之更耗三 0.866 TEM波的波阻抗 它是等于这个值 那这个是0.866 成上这个 这个是波岛外面的这个 戒指的固有主抗 那这个值呢是比 它你看 波岛里面的这个 这个波主抗 那比外面的这个 就是无限大的戒指里面的 固有主抗要来的小 TEM波呢 它是等于这个值 TEM波是这个值 那它就是0.866分之Ε 它是等于1.155μ 不对 这个是Ε 我打 大概是按错了 1点 这个应该就是1.16 个Ε 最大于Ε 这是Ε 不是μ 两个模式的 导波波长都一样 我刚刚说过 这个都一样 你把这个值带进去 这个算出来 它是1.15的 Lamina大于 这个大于Lamina 就是波岛里头的波长 要比外面 就是无限大戒指里面的 这个波长要来的大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Ε 这个是波岛 界值的自由主抗 就是当它是无限大的时候 波在里头传波 它的Ε是这个值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也是一样 在没有边界的界值中 它的波长是等于这个值 这个我们都知道了 好 当它等于一半的时候呢 因为F小于FC啊 它就不能传播 它变成这个见识的模式 什么 你在讲波岛的波长 就没有意思 它根本不能传播嘛 我们可以看它的 波主抗 把这个值带进去 那它现在是 这是二分之一 OK 好 这个 算出来 好 它就等于 这个是四分之三了 0.866 没有啊 就等于这个值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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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ega可以变成2πf 2πf 然后这个就变成 -j 0.866 被3.14来除 变成这个值 这是 这个是这个 Tm波的波主抗 T1波呢 你去用这个值 来 这个还是一样 好 这个 带进去 整个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可以变成这样子 波主抗 那 这个是 我露到一个 Cut-Out Frequency Cut-Out Frequency Cut-Out Frequency 这两个 不一样 这两个不一样 T-E-M wave T-E-M wave 它没有节值平均 因为它的H等于0 所以 T-E-M wave的波长跟 跟这个 波主抗没有关系 它的值 因为它就是真空里面传播的一样 这个就等于 固有波主抗 这个就是在无限大界势里头的波长 好 现在我们 刚刚我们介绍的是什么呢 是一般的波导的特性 底下我们就要介绍平行版波导 平行版波导 平行版波导 它可以传播 这三个波都可以传播 这三种波都可以传播 那么我们先看 平行版波导的T-E-M波 波导 我们给它的一个结构是这样子 这X没有边界 加低就是无限长 Y有边界 Y的B等于0 这个Y等于0 这是Y等于B 这Z就是波传播的方向 T-M波 Transverse Magnetic Wave 就表示这个等于0 这个不等于0 不等于0 然后呢 因为X方向 没有边界 所以波函数 跟X没有关系 有边界 它要有边界值 所以它在哪里 跟X有关系 现在没有 它跟X没有关系 所以波值跟Y有关系 所以Z的向量形态 所以Z的向量形态 这个 现在只跟 横方向是Y有关系 重方向是Z有关系 所以它就是YZ X没有 没有 本来应该是 一般就是XYZ 它现在跟X没关系 只有这两个 我们就解 从这个式子里头 解EZ 解EZ EZ解出来 你看这个是等于second order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我们在 解Laplace equation的时候 已经讲过了 可以用这个 等于这个 好 现在我们 边界条件 还要注意 边界条件 它现在只有这个 Y等于0 这个地方是到底 总假定它是perfect conductor Y等于B也是perfect conductor 那么在导体的表面 因为它是perfect conductor 所以它的电场是等于0 电场是等于0 所以它的EZ 切线方向 我们知道电场的 在边界的地方 切线方向 没有条件的要相等 因为这个是导体 这个是导体 所以它的电场是0 所以Y等于0的时候 要等于0 你看Y等于0的时候 这个没有了 那这个就变成E 就是B等于0 Y等于B的时候 这个也要等于0 那就是EZ0B 那这个 因为B等于0 那就没有了 只剩下这个 那就等于A SineHB等于0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看到 这个要等于0 当这个值等于0的话 A不可以等于0 A等于0 就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B等于0了 那一定是SineHB等于0 SineHB这个函数等于0 那就代表HB是等于π的整数倍 N等于0 N等于0 123 这样子的 其实我们知道 等于这个N不可以等于0 等于0的话 这个也没有了 N等于123就对了 EZYZ就等于0 就等于0 那它就等于0 这个值 这个就是0 这个值 乘上0 所以将EZY等于0 我们解除这个 我们解除这个 从这个 式子解除EZ以后 我们知道HZ是0 HZ 这个是0 还有其他的四个要解 其他四个要解 我们可以用这个式子 可以用这个式子 EZ 这是我们解出来的值 HY HX 等于这个 HY 是这个值 EY 这个值 HY 是这个 HX EX等于这个 这四个 里头我们把EZ带进去 尾分 你看这个 尾分 你看这个 尾分 它就可以变成 Nπ over B 这里变成cos 但是Nπ over B 就是H 所以这个可以 这个H 约到一个 就变成 Jω Y H A 所以 HX 是等于这个值 EY Y是这个 你把这个 对Y做 偏微分 做偏微分 那它就等于 A N 然后这个也约到一个 就变成cos Nπ over B 乘成Y 然后这个 EZ对X做偏微分 是0 因为它里头 不含有X EZ对X做偏微分 也是0 所以 它只有这两个 那EZ存在 这个存在 这个存在 其他的三个 都是0 所以 以上四个差 也可以 就是说 这个东西 我们得 这里不是求这四样吗 刚刚是用这个 直接来做 也很快 也可以用这个做 也可以用这个做 我们前面讲过 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就等于 Fu Gamma H 这个就是 A X 它就 A Y 存在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 做 Partial Derivative 它就等于 这个 Partial Derivative 我们就可以得出来 它是等于 Gamma Over H 平方 然后是 A N 然后这有个 N Pi Over B 这个 漏掉一个 这个 漏掉一个 这个 A Y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了 这个 平方 应该跟这个 约掉一个字 因为 你这个微分有一个字在外面 这不是平方 这一个Gamma over H 乘上这个 也可以用这个做 你得出这个来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得 E Z Partial X 等于0 Partial Y 是这个就对了 然后 从这个地方 你知道 E X 可以去H Y 知道E Y 可以去H X 用这个十字求 所以我们就把 H X 求出来 H X 等于这个值 乘上 H X 等于这个导数 乘上 E Y 0 E Y 0就是这个值 可以去H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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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把这个东西带进来 其实我们直接带这个就可以了 直接带这个就可以了 它就是等于Gamma H 乘上这个 所以它就是等于这个值 不用再做这一项 这里做过了 然后H Y 这个出过来 称E X 就是0 E X 就是0 所以我们就 再把这两个值 带到这个石子里面去 带到这个石子里面去 我们可以得到H Y 可以取出H Y 大概是没有把它消掉 这个 跟这个都一样 完全都一样 这个 应该接这一张才对 所以 我们就知道 TN波的传播常数 因为H等于这个 它是H-这个 切子频率 Gamma等于0的时候 Omega等于Omega C 就等于这个值 那 这个就等于2πF 所以Cut out Frequency 是这个 所以TN波的 接子频率 跟H之间 它有关系的 跟有关系 因为它H里头 跟N有关系 N等于123456 所以TN1 就N等于1 TN2的接子频率 是这个 TN3的接子频率 是这个东西 就是N等于123 这个要记住 TN波 常常会考你 本正 这是接子频率 TN波的接子频率 你把这个记起来 主要是这个 TN1就是N等于1 TN2就是N等于2 TN3就是N等于3 这样 Cut out Frequency 有关系 因为它跟N有关系 那么我们就可以 Beta,Lamna,VP 我们前面都讲过 这个都一样的 那么我们可以 带入以下个字 带入以下的个字 以下的个字 Cut out Frequency 就可以得到 你在什么样的 Frequency的时候 它的这些字 都是什么字 当N等于0的时候 这个 我们一开始就是求这个 这个要记住 TN1 EZ0 是等于这个字 在这个状况之下 横向电场 这个状况之下 只有横向电场 存在 你看 当它等于0的时候 这个是N等于0 这就是0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四个坡 其他的分量都写出来 反正有Sign的地方 都是0 所以它只有这个 存在 TN0模式 这个 这个等于0 整个都是0 HZ也是0 EZ也是0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是什么 TEM Wave TEM Wave 所以它的这个 TEM Wave 就是 它的切子频率最低的时候 我们称它叫做 主要模式 它叫Dominant Mode 所以 TEM Wave 跟TEM Wave 一样 它的这个Dominant Mode 就是TEM Wave 好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好了